人民會二號前往立法院被詢 報告中列出未完成15項原基法的配套法案 六位李俊逸質詢人民會局委一將巴洛爾 提到依照原基法第三條規定 每四個月應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會 人民會回應最快11月就會重新召開 今年蔡總統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以後 這些的相關法規是不是要趕快積極的補使 根本委報告我們這些法案都已經列入優先法案來處理 原基法推動會這個月就會重新啟動 什麼時候可以送到行政院 語言發展法已經報報行政院的部分 按照時程已經在上個月就報報 主委我今天要告訴你就是 因為我們在審查明年的預算 我希望這些東西趕快進入行政院 行政院會討論完趕快送到立法院來 總統蔡英文曾公開承諾 11月1號就要開始劃設且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 對此立委政天才追問 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 一定範圍內公有土地的劃設辦法何時出爐 劃設辦法 原住民族土地傳統領域的劃設辦法 什麼時候來發布 根本委報告我想我們大致的傳統領域的劃設辦法 都已經法治工程大概都已經進行完畢 那現在還有包括民間立委 還有相關部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們會在很快的時間重新做一個協調之後 很快就會發布 好 要加油 因為你已經替蔡總統的支票已經跳票了 雖然只差幾天 這個應該就 還可以迎頭趕上 是 另外簡東民同樣關注原住民族土地 提出台東山里部落從山坡地保育區 林業用地更正為鄉村區建築用地的成功案例 要求原民會盡快比較辦理原住民族土地使用分區更正的進度 這些也多是都沒有 使用執照也沒有建造 這只是一個案例 甚至更多更多的這個地區 你們有沒有調查過那個處長 我先請教處長 有沒有調查過這樣的問題 包委員現在目前各個現象報上來 我們目前第一階段是進行到106年底有30個部落 包含萊域的鼓樓跟那個士林都在裡面 後續其實我們整個左前面清查過 你們清查沒有用啊沒有做啊 現在我們已經有一個計畫已經在質詢中 目前到106年底會完成 由於目前送到立法院審議 只有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和原住民族塗骸法 原住民立委呼籲原民會不應辜負總統蔡英文代表政府 向原住民族道歉的誠意 因加速辦理還未完成的原基法配套法案 才能真正落實原住民族轉型爭議 記者要么BR立法院採訪報導